政劍跳票 墨西哥市长遭游街示众 墨西哥有一名市长 因为没有兑现竞选时的诺言 遭人强行掳走 双手捆绑游街示众 根据BBC报导 墨西哥的市长和知名度较低的政治人物 常会因不替黑帮疏通管道而遭攻击 但这次事件的主角是因为不履行政劍 而遭到黑帮暴力想象 根据BBC报导 拉斯玛格丽塔斯市的市长名叫埃斯坎顿 在竞选期间他曾允诺要进行道路修缮 但就像大多数的政治人物一样 一上任后承诺全部跳票 他并没有打算要替人民修路 有时一位选民似乎不是很满意 食言而非的政治人物 于是决定到市长办公室陈晴 激愤的选民将市长请出办公室后 再把市长带到停车场 接着选民用绳子把市长的手绑起来 并将市长绑在卡车的后方 透过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 愤怒的民众带领市长游街示众 根据BBC报导 大批远警出面才得以组织游街的车辆 并拯救奄奄一袭的市长 有许多人在这场意外中受伤 这是一名激动的选民已遭逮捕 市长也扬言要严惩这群暴徒 好的 那请问一下现在要收录了吗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